字幕提供 剛才我介紹了整個房屋範疇的政策 可以做到一些配套 我知道阿楓對青年宿舍特別熟悉 你覺得青年宿舍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想法 阿楓有什麼建議呢 我覺得現在青年宿舍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不是房屋政策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青年宿舍 第一就是講了十年 十年的時間落成量很少 第二就是沒有政策指標 政策指標後 可能要起多少呢 十年之後 這條數字還未達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歸陽究竟問題出於哪裏 就是它不是一個遊運輸求房屋負責的政策 它是一個有民政事務局負責的政策 因為政府將青年宿舍這件事 歸入是一個民政政策 但我們認為青年宿舍 它作為一個有效地舒緩到青年人 可以獲得自己空間的政策 我覺得它應該要成為一個 運房局下面管轄的政策才行 就是等於現在的過渡性房屋 現在的過渡性房屋 都是沒有定一個長策的目標 但我認為青年宿舍也好 過渡性房屋也好 這些是屬於可以在短期內 可以令到我們香港各界 可以見到一個房屋性暑光的政策 所以它應該盡快把這些立度為房屋政策 並且定一個長年的發展目標 這樣才可以理順到整個房屋階梯再度發展 其實我們都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青年人的自業階梯 過往可能我們就希望上樓 然後我們慢慢可以儲錢 之後就慢慢換居屋 再換可能私人樓宇 但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 無論是私人樓宇也好 甚至居屋也好 其實居屋我們現在 這麼多人每次都超出幾十倍 基本上你們是抽 我們是抽不到居屋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住屋問題 就是要想辦法怎樣加重藥 剛才你說到 其實青年都是未來社會的動良 我們怎樣令到青年人感覺到幸福感 以至乎到全社會都覺得 我們的房屋政策是臭效呢 很多朋友就問柯仔 為什麼我們要特定幫這些青年人 讓他們有機會可以達到 例如租房子 置業夢 其實很簡單 我經常覺得青年人 確實他有他的衝勁 他有他的創意 但是作為政府 也好作為我們社會各界也好 要想一下什麼辦法 可以幫他一把 我經常都說 怎樣遇到一個好的白落 真心話說 其實你都知道青年人 在求學期間 他就用心求學 出來了 他的工資不太高 人工不高 第二 他的工作時間也不長 但總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他都要找個鬥 所以我們現在常說 什麼劏房 太空倉 那麼熱鬧 原因就是 其實青年人都有想去自己的空間 我覺得某程度上 如果能夠在政策上 不要說傾斜 至少顧及他們實際需要的話 就會令到青年人感覺到 特區政府真的是為了我去想 人很簡單 我們人心比心 所以我覺得 怎樣能夠令到好的青年政策 幫助青年人呢 其實這個鬥是很重要的 明白 最後這幾分鐘 其實都想再問一下 柯哥 究竟接下來就是這個施政報告 昨天都有一個施政報告的諮詢會 我們可以給到什麼實質 好的意見給政府 例如剛才說 其實都是一些階段性 給年輕人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上車 究竟我們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願景 可以給到我們香港的青年人 以及給到我們的政府 讓我們都可以逐步達成這個夢 其實我這個總結 我想了十四個字 這十四個字 也是現在香港現時 面對著很嚴峻的寫照 是什麼呢 就叫租住難 置業難 越住越貴 越住越小 這就是我們香港的寫照 怎樣能夠令到這十四個字 可以有個位置 可以拆牆鬆綁呢 其實特區政府要從幾方面想 第一方面 怎樣能夠積極努力拓地 拓展土地供應 你看到我們的同事 劉國昏議員 都說了一個叫做新界的土地發展 接下來我們也有一個叫做 整體房屋發展的發佈和政策相義 第二 怎樣縮短這個過程 因為其實我講來講 如果我們大家低起心肝 每人做快一點的話 我相信效率會提高 不論成規會好 不論我們Plan D規劃處 以至乎到不同的政府部門 大家幫忙 一起同一個目標 這是第二 第三 我覺得怎樣做都好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叫做職效指標 即是你看到其實我們講來講去 為什麼夏寶龍主任說 2049我們要告別劏房農屋 其實很清晰的 當你有了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就自己退後你的計劃 正如特區政府一樣 當你有一個目標 有了 怎樣能夠將它逐步逐步退下來 這個也是重點來的 這個叫做職效指標 第四個就是怎樣在這麼艱難的時候 我們利用多些不同的資源 譬如剛才所說 過到聖房 現在已經做了 賓館酒店 好像看來 反應還是有些空間 可否叫做 立即轉做青年 讓青年住呢 另外第二 就是譬如青年宿舍 現在已經批了 東華三院和女青 我們是不是要再加快 批其他幾個項目呢 立法會絕對願意 幫青年人 我們覺得我們一定要做 第三個就是 我們還要再想一下 怎樣能夠就住將來的青年政策 政府是要一個具體的政策局 這個我經常都說 可能未必是很合理 但我覺得 我也要提醒 或者要告訴政府 青年是我們要關心的 現在是由民政事務局 去看青年政策 我現在由民政事務局 去找一些青年財進 進入去的諮詢委員會 但沒有一個很專門的崗位 讓青年政策 能夠落地呢 正如昨天林鄭的諮詢會 她都找到社會各界不同的朋友 儘管他們昨天的諮詢會 邀請人士怎樣都好 都是一種香港市民的心聲 所以我覺得整體這幾個 就是我自己一直強調 該做就要做 不要再令到時間 因為這樣而停了 我們就在這裏